早上KBAN 早上KBAN 很久沒試過和你一起坐在這裏 今天比較有震動性的消息 其實周末時已經說了沙特打石油戰 油價已經開始下跌 沙特股市也大跌 但是看到今天亞洲開始時點之後 其實油價是再度下跌 下跌兩成幾三成 如果你說以國際油價 其實一度又下跌三成 也挺恐怖 紐約旗油足夠了30美元的關口 除了油價 美國十年期的國債收益率也跌到0.5% 創造歷史新低 美股期費也大跌 其實今天這個情況主要是受到油價大跌的影響 你看到就是 譬如這裏的VRX也是大跌的了 至於油方面 油方面一定都去到32美元 是很恐怖 可能這個圖未必更新 隔夜4人1 這個就是去到星期五 星期五 晚收市 星期五其實已經下跌 然後再下跌嚴重了 星期六日已經出來說這個情況 而今天的亞洲開始時段也是再下跌 紐約旗油現在這裏最新的數據應該是有跌兩成的 一度跌兩成七 我已經收到 是 報每桶是32.53美元左右 剛才也有 如果你說樂觀點看 都是有 就是拆過之後 一度跌了兩成七 現在就縮了一點點 就是這樣 不是國際油價 就是因為呢 今天亞洲開始情況 之後再嚴重 沒錯 紐約旗油32.6美元 波蘭特油35.73美元 都是21.8%左右 雖然一些複收窄 但是呢 原因就來自於沙特 沙特就 就是因為油組方面 傾吾萊欄 沙特和俄羅斯方面 那個減產的談判破裂 沙特就直接不減產了 而且增產了 說到呢 增產可以去到每月一千萬桶 甚至乎要再多的話 還要再多給你 所以呢 油價應聲急跌 這些東西其實就 是那個政策所左右 也都不排除它 咬人家 這樣的情況 其實呢 油價可以很波動 是啊 它可以今天呢 32.4美元 明天呢 正常又說搞得怎樣 因為這個完全是 已經是脫離了需求 經濟的因素 而是純粹已經是鬧著 那什麼時候鬧好 什麼時候鬧不好呢 這些就很難猜到 不過呢 股價首先當在線 我看到呢 就是海油那些呢 其實呢 一開就已經很差了 已經去到呢 低開 它也是 低開21個百分點 是啊 油股呢 一直都叫大家不要買 今天呢 就在問 啊 好不可以去投入它 但是呢 如果你要投入港股的油股呢 它一開始 其實都已經是 低開了兩成 要有沒有投入呢 就看看還有沒有機會 因為呢 一開已經低開了那麼多 不知道還有沒有機會了 因為已經穿了很多個底 穿了幾年底 沒有錯啊 還有呢 其實我剛剛說的那句話呢 都是說給 如果想投入油股的朋友聽呢 當然投入油的期貨 你用其他工具都是這樣想的 但是呢 情況就是在於呢 你要記住呢 這個呢 不同的投入股 投入股呢 你可能都會看一些 業績 企業的因素 當然都可以看投入股 但是呢 如果投入油股呢 是完全是Rely on 他們 爭成怎樣 爭不爭得成 過往呢 可以有很大的波動 其實油和金都是這樣的 遠遠比股市呢 是再大一點的波幅 所以呢 如果真是去追股呢 我覺得呢 其實風險 當然啦 可能回報很厲害 都不定 但是呢 風險遠遠大於你去投入股股 是呀 主要是他就 今天 803 低海兩成 港股已經在低海上了房 剩下房 上面兩隻 跌得最厲害的呢 都是油股 803中海油低海兩成一 857中石油低海一成 另外 386中石油低海一成 386中石油低海七成 而803就跌得最嚴重 其實除了他們兩個 油股之外 其他個股都 整版都跌了 如果你說跌有5% 有阿里伯伯 或者穿200元 底 都挺嚴重 很厲害 還有李寧都是跌5% 潤地就是跌5% 其實呢 最主要都是因為隔夜 美股其實就已經 不是特別好 都要下跌 雖然有陽軸 但是其實周末 你見到 很多東西都要跌回 現在呢 美股道指期貨 都是低水 都成千 所以這件事都拖累了廣股 所以大家就要留意著 現在呢 兩萬六千點恆生指數 那個叫做 頭肩頂營 當然 是很撇撇撇撇地跌失了 如果你說 如果你說開259 甚至乎258 甚至乎258 260 那些位置 你都還可以寄望陽軸 開256 還可以寄望一下 不能馬上去 你現在一開這樣 一枝陽軸900點 就太過奇蹟了 不過呢 是否真的要開市 立即追沽 就真的要看走向 因為或者 如果你說要撇撇 有機會彈一點才撇撇 也不定 除非那些東西是穿 因為下個底249 是的 正常地說 剛才聽你說的249 即是說 現在畫面上 大概就是 穿一穿二萬 是的 較早之前 2019年 上年 8月份的時候 穿一穿過 2萬5千點的水平 那向下 可能就要去看多些位置 當然 有些人甚至 就是中醫技術分析 如痴如醉的朋友 甚至乎 會將頸線 這個垂直距離 度下來 這樣去找一個量度目標 不過呢 我自己就不會盡信 純粹是一個叫做 這樣的量度目標 儘管看下 下方 某些位置 會不會有支持 如果看回 2019年 8月份 曾經最低的時候 一度 恆生指數當日是低落 見過 就是24899 那真是可以完全 當作是249 而249的位置 其實當日 是高一高之後 就上開市位的 所以大家就自己去留意 當日 開和收 大概都是 249 254的位置 這些底 就是過去經歷過很多的 利膽 中美貿易戰 香港的政局混亂問題 各樣的因素 再加上 近期 尾伊衝突 尾伊衝突 沒有跌得那麼嚴重 沒錯 其實各樣利大米因素 那些底 已經是 如果呢 其實這個一川 都幾嚴重 沒錯 暫時下方 支持 已經最近看著249 這個位置 是的 順便報回一些 相對影響 可能小些 只有支持 牛熊政的街貨 終於 很黑人爭 那兩棍 就在25800 至25900 那兩棍 當然一開 全部死光了 分別 25800 有2171張 25900 是2094張 加上 4100張 多些 甚至乎 一開 就已經死了 當然 下方 重重 還有牛 這浪 都幾多人 就走去 用牛證去搏 如果現在 一開 已經是25 134 低開 1012點的話 其實 已經去到 殺到252 那裡 是的 如果粗略去計 4000 再加5000 6000 7000 如果這裏再加8000 超過8000張 最粗略的計 超過8000張 牛證 一開即死 25000 那個 打算自己軟牛 都可能打了 都變了近牛 現在變了近牛 就是看看 你今天有沒有機會殺 又或者你都可能馬上離開 如果殺了 那裡 都12000 那都真的 七七八八 我想不殺都自己走了 要不不走 都放棄了 放在這裏 去到那些位 一睡醒 我想他都不走 有他 其實因為你已經跌到 沒什麼得剩 是的 拿出來一粒糖都買不回來 虧了手足費 我看到 大家都主要是在看指數方面的部署 Kelfer 二萬三千塊 沒可能見到 這個遙遠著小事 看了個249 因為249 就是近這一年 那麼多利淡的因素 是一個底 是 Kenny 說 有七五零零 有貨 有沒有機會再跌 是不是要先吃虎 不用先吃虎 始終現在跌到這樣的情況 可以繼續保持 沒錯 順便也報一報 A股方面 都要低開 不過當然 它的低開幅度 相對克制一些 現在低開1.5% 只要是2,987點 仍然搜到2,970點的裂口位置 這麼厲害 看看有沒有機會大動香港 暫時是這樣 至於人民幣方面 離岸大約6.9073 進一步強 美匯真是非常戰弱 市日開了 剛才低開1,012點 現在跌幅暫時收窄 去到968點跌幅 我們去廣告 之後看開市表演 稍後見 好,回來節目時間 恆子開出之後 跌幅手樓收窄 跌至994點 報25,144點 聖交額榜上 剛才看過的 受人關注的ATM 分別跌4至5個百分點 騰訊380元都穿上幕 說400元 跌足16.4 4.1個百分點 阿里巴巴 好像你剛才說的 200元失去了 195元 我印象中是大位 順便看美團 報美團的價格 去到95.7億元 又是一些底位 1995元 沒錯,95多元 錢較早之前的底 不如先看騰訊 最多人應該關注騰訊 古王 很快出業績 差不多出底 380元就穿一穿 如果看回 現時去看 較早之前400元 還要的 不適宜穿的 到380元 都失去的時候 可能進一步 要再看低一點 因為現在暫時 站在380元水平 最低去到近373 現在去到大概7月底 有個大型W頸線位置 7月底 373 後來1月底 2月初 恆生指數跌下去 那些位置正正正 試回373 那些位置 剛才低位 差不多 亦都是373 那些位置 所以 儘管看看騰訊 有沒有可能 旗幻地 每次都在373 那些水平附近 找到一個支持 是的 其實就之前 一直都說 你下望都是看373 以及騰訊 就算未經歷這樣的情況 已經不是一個強勢之中 已經是跌勁之中 其實就不要去買 它比另外兩隻 但又不是真的很強 是的 另外那兩隻其實 其實就 阿里呢 就真的很多 省戶流浮的深水 甚至 有些人就覺得 不問價 有買貴 沒有買錯 就比較好迷戀的 因為你看到 阿里港股經常都開陽足 有時跌完都 剛剛今天也是 但最主要是 美股現在都這樣跌的時候 是的 真的沒得好說 美股那一步 相對上 就比較 陰燭多的 多數 還有現在 你二百元的底都穿上 其實就 都幾嚴重 有些人說穿二百元好不好買 因為太多人 所以你看到今天一穿 又被人罵上來 但是呢 其實你一穿 就更加不好買 如果你說 譬如之前說 穿位買的 都說二百元哪有期運才買 你連二百元都穿買 沒有 其實沒有 你短線那些 如果你短炒 就考慮要不要 避一避 因為現在其實下個低位 我想都要看到去 有機會要去到一百八十九左右 現在就是一九四 是嗎 所以 特別你跌也不要接了 暫時都要小心一點 因為都很難去免疫 至於三六九零 美團 較早之前和大家說過 大概九十五元左右 那些位置 其實都很重要的 為什麼重要呢 因為 在一二月至三月初 其實在ATM裡頭 最悶就是腿 一直都是在大概 九十五元左右的位置 做一個低位 上方就是1053 附近的位置 做一個高位 即是說 大概就是八元左右的 一個橫行區間 上方就五十天線 就卡住了 下方其實就穿了一些 重要的線 所以大家就自己離開這些位置 看看可不可以仇得住 九十五到幾 要盡量仇的 如果九十五到幾 都是失的話 很可能就要挑戰 就是十月十一月的時候 上年十月十一月的時候 股份曾經都捱到下去 譬如九十元 八十七 這些水平 所以大家自己去留意 小心點 那個走勢 不如開始解答問題 因為人們都緊張 看看大家 關注哪些 是的 譬如八百三 有沒有可能見七元 真是不猜 因為我覺得政策始然 當然今天這樣去大跌的時候 又不可能變成有可能 怎麼猜到一隻大型藍籌呢 因為這些其實 那些叫做油相關的爭拗 其實就很難預估 它已經跌17.9% 現在8.7% 所以見不見到七元 又不可能變成有可能 好了 接著就問了 六十二 有沒有機會受惠於油價 我想六十二 你說的交通 運輸 甚至乎 老實說 今天航空股 儘管看看 譬如好像三大中資航空股份的話 究竟他們有沒有可能 受惠的油價 這麼大幅猛烈地下跌 那也是的 國航呢 你都不要說它升得少 因為市都跌了一千 它沒有起跌 東航六七零 正在升三個先 至於1055 南航呢 正在升2.6% 好了 大家最愛了 293國泰它就沒有受惠了 2.6%的跌幅 那就是說呢 中資三大呢 就反而可以抗多一下市 我想 是啊 叫做抗一抗一下 因為油價跌的時候 你說要買 要看好 就比較難一點 因為航空股都偏弱 然後Webber 樂觀點 它有兩隻 183和763 它說可不可以保持同家住 其實它沒有這個走的選擇 但我覺得它這兩隻其實都可以的 譬如以好醫生來說 今天開72.5%的 都站穩 其實橫行那裡有個底 就是72.3% 所以其實暫時都還OK 雖然其實都在跌 但是始終就叫做有個低開高走的小羊竹 那它就76元有貨了 另外763它是32元有貨的 就是也是 低開之後有個高走 我覺得可以繼續保持 你說是不是要加 就可以看好一點 就是不要那麼勇 兩隻其實都可以保持的 但是加 就比較有個風險些 現在市況這樣的話 雖然大跌市 見到好像每樣東西都抵了些 便宜了下來 但是現在去加 確實都會有些風險在 大家就自己去留意 情願看定一點 因為現在好像油價 出現一個這麼大的下跌 老實都會影響 譬如資金流 我自己會這樣看 譬如中東國家的股市受到影響 其實中東過往是其中一個最有錢 究竟會不會在外圍方面股市套現 各樣因素 香港股市比較自由一點點 會不會因此而受害呢 這些其實都要考慮 始終現在都真是屬於一個金融危機 因為疫情都未搞定 很多都擔心經濟 很多國家 還要搞些油相關押 會特別敏感 所以要小心 另外就問9指2689 要不要自虧 因為8.3是自虧價來的 就是當日第二支大洋竹的竹生底部 當然了 現在開始無奈 看看恆生指數下 沒有機會跌幅收窄 不是要說跌幅收窄成怎樣到升 不是大洋竹 問題在於 來到8.3 正正就是要最關鍵 就是看著 究竟8.3能否站到 如果站到的話 痛到要忍 因為這個位置不穿是不用止蝕 即管先看著 至於1357是尾圖 尾圖方面 其實已經是很低的了 其實你雖然看到 現在跌了百分之二 但其實都只不過是 和過去一兩個星期左右 那些股價都是無出其右 所以即管都先看著 看看信譽買不買 其實我看到大家不是這麼悲慣 有問信譽買不買 很便宜的 有問9988買不買 信譽呢 其實我覺得信譽可以看好少少 未必一定要急著現在買 因為你看到它 我想很久之前 那個底是121左右 這個位置 很久之前開始說 突破完的時候很厲害 一直衝到上140多 即是差不多150 再下來 今次暫時 這個底是還挺得住的 我覺得 只限有貨繼續保持 沒有貨 都真的不要現在賣 現在可以保持 就不代表 接下來都繼續不穿 是啊 始終都是要記住 記住市 未有貨的朋友 有些現金 現在就很珍惜 到時 儘管看看市 稍為有少少起色 才撈低一些股份 信譽都可以考慮之列 不過不用急著 是啊 阿里也是 你寧願等它站穩之後 就可能買貴了少少 就好過 就急著去撈底 你見阿里又是衝完 都回一回回 最高見過195.6 現在呢 都是回回194.3 因為有句說話 都幾個人問 是啊 都是零買當頭起 就沒買當頭跌 到186 飛鶴 請問呢 是不是要吃 11.4有火 今天呢 都挨抖成12元附近 同時呢 都股份低開之後呢 楊竹現在暫時都在升 嘩 逆市升很強勁 是啊 可能呢 大部分人的心態就是這樣 跌得多當然不想走 升得多的話 怕不怕 遲些會輪到它跌 是不是這麼囂幸的話 都不走 遲些是不是要跌才走 是不是很慘 但是又這樣說 升得的話呢 真的 好東西來的 是啊 真的是骨骼精奇的股份 他入了港股通 今天就飛鶴和古龍 有幾隻 今天就正式是辣入港股通 如果你走勢上 其實就 因為今天他都低開的 今天就開11.2.8 11.2.8 你說 都有少少就是穿了前底 因為前面高位橫行的底 就大約是在11.36 但起碼又是現在低開高 還可以倒升 陽足又倒升 絕對保持 是啊 可能真的 誇張點說一句 未買的人都在想 可以留意一下 這麼正的 人人跌的時候你會升 難道避風港 講一句笑而已 但是絕對應該保持 你剛才剛剛講到一個叫做南下港股通的問題 保隆地產12.38 今天暫時就沒有受惠任何成為新貴 都要跌成半成 最主要今天其實好幾隻內房都是要捱固 其中好像那些融創1918跌4.8% 焦點所在的4條3 恆大這些都要跌4.3% 內房都見到幾重 災區之一 我見到Kennie也是想買貨 她說想今天是否剩下 3323和788的 什麼價位才好呢 還是等它再跌呢 我想今天都未必是買貨的好時機 不過你都儘管看看這兩隻 3323中國建財 早前開始就說炒基建 也炒完沖完一陣 開始有些回落 如果你看回前頂 就是1月17號那個高位 就是9.43 暫時其實都已經穿了 就算Day High都上不到 變了都是一個阻力位置 暫時就不要入住 雖然你都可以等跌穩了再買 但是暫時就比較跌勢之中 確定跌勢 至於788鐵塔 就高於跌過2.02 2.03的位置 不過不是昨天 是上個禮拜 中的時候 也是炒一些新基建 5G 其實周末的時候 國內都還在發佈很多 新基建上馬的一些計劃 不過沒有辦法了 市要跌了 股份方面 現在暫時落到1.8.5 附近的位置 其實呢 繼續都是講1.8.2突破之後 其實明顯有一浪的 不過今天就要留意一下 因為始終這一浪 沒有穿過10天20天線 現在塞一塞 還要去測試一下 這條250天牛熊分界線 因為這條250天牛熊分界線 正正很近現價 大概在1.86的水平 所以大家就自己去留意一下 我覺得有貨的話 如果你問我 我偏向貼的 因為一來還是突破 二來其實它現在大顆星 不是陰燭 三來呢 有儘管看看市跌完1,000之後 還有多少個1,000跌 我相信這個會是 如果市反彈 不要盲目去搏 如果未有貨 不要太過踴躍買貨 是的 但是如果市反彈 我仍然都相信5G 應該會刨出了市 所以這件事 貼就還貼 但是就不要加 還有不要未買就去買著 現在呢 市反彈指是2,5075點 跌1,071點 跌幅有4.1% 即是比起剛剛開市位置 就再跌多了 要測試到2,500關口 剛剛試過跌1,1001點 那就是全部殺光了 剛才還說還有少少 如果再看最低 不是 25,025點 可能那裡已經沒什麼了 可能在上面 趁25點左右 這樣才殺光了 15,000的位置 差不多了 所以就不要太擁躍買貨 我們就中午回來再跟大家看 到時見 拜拜